家福中心的異工及同工伙伴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在过年期间大家大鱼大肉 就是要动一动甩掉肥肉 南投家福中心特别选在普利镇举办104年新春团拜 包括福佑委员、展爱志工队、乌妈妈志工队 及家福之友会的伙伴们齐聚一堂 彼此互道新年快乐 期许新的一年透过所有工作团队的努力 让家福的力量散播到社会各个角落 本身也是家福福佑委员的议员吴国昌及林邦宇也特别出席 并表示家福中心长期以来踏实做好儿童福利工作 将爱情的手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 期盼社会各界共同发挥爱心 共同加入照顾弱势的行列 让福佑工作顺利推展 那么国昌在了在社会的储家 来关怀我们历史团队以外 我固定参加家福中心的委员 能尽一己之力 尽勉勃 但是希望社会各界 能够以这善心的出发点 来发扬光大 抛砖引力 使我们家福中心的委员 更茁壮 尊荣更庞大 能照顾更多的孩子们 议员林芳宇也期盼福佑家庭及儿童 在接受帮助之后 未来有能力时能够回馈社会 影响周遭的人 让善心循环扩大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希望说给他们一份爱心 帮助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 也希望说这能够形成一个循环的爱 让他们以后长大之后 也能够更有能力去回馈这个团体 回馈所有的社会 希望说他们以后能够为社会 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副议长潘一全感谢所有曾经参与 服佑工作的任养人 捐款人及企业团体等 所有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 都是家福推动服佑工作的最大力量 也是社会良善的最好证明 民意新闻洪一伦 部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